是我剪了一只猫,眼睛坏了,眼睛不敢睁开,所以我用消毒药水给它清洗了一下眼睛,这是清洗前的样子,小元宝宝过来围观了,用了四根棉签,总共八个头,全都洗得黑乎乎的,这么脏,其实还没有完全洗干净,它已经不配合了,所以就没有再擦。 这是擦干净之后的样子,特别能吃,一大盘猫粮一会儿就吃完了,擦干净之后眼睛还是不敢睁开,它眼睛可能是受伤了,擦干净就这样,看它的小手,它这个手手少了好几根指头,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行走,我是在小区前面商铺那里碰到它的,它当时就瘸着这一只小手,看到谁都喵喵叫,它可能是希望别人帮助它, 但是没有人理它,它叫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就是想给它点吃的,但我当时没吃的,就想把它带到小区,去楼上取点吃的给它。 我当时骑的是个电动车,我就把它放到脚踏板上了,把它放在那里,它就很乖乖地正在坐着,然后我就骑着车,一直把它拖到小区门口,到小区门口它就着急了,它想逃跑,它就从车上跳下来走了。 我是又追上它,把它给追回来的,然后追上之后把它放到了车篮子里,把车篮给扣延似了,等于是把它绑架回来的。 我们进来之后,因为它是个外面的小猫嘛,我担心它有问题,就把它隔离到卫生间了,特别的臭,这个猫可臭可臭了。 本来不想给它洗澡,怕它洗出来问题,但是不洗的话,我们家里又没法过了,就给它洗了个澡,给它搓了好半天,放了好多沐浴液,但是还是没洗太干净。 小脸,还有小手,小尾巴,还是挺脏的,洗完之后还是有点臭。 它这个眼睛,眼睛应该问题还比较大,我打算明天把它送到宠物医院,看有没有宠物医院能够收容它。 这个被剪掉三个手指的小猫到我家已经第二天,第三个晚上了,今天白天的时候我带它去了好几家宠物医院,因为我根本不具备长期收留它的这种条件。 它这个小手是不可能恢复的了,它这个眼睛,我自己也不能保证能给它看好。 而且我家小猫很多,马上又有个小猫当妈妈了,现在还有个小猫生命在隔离。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场地给它,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精力去照顾它,所以我就想给它找一个能够帮助它,能够收留它的地方。 我带它去了好几家宠物医院,这些宠物医院都是我们经常去的,而且我也经常推荐给身边要养小动物的人去的。 说实在的,这些医院收费都挺贵的,非常贵,讲过小动物的人应该知道。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愿意去呢?因为我觉得虽然花钱多吧,但是这些钱最终会回流到这个社会上,救助其他小动物。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让这些医院的形象非常的光辉。 它也一直在给我们讲它一些光辉的事迹,比如说它救助的一些小动物啊, 它帮人家找收养的这些案例啊等等,它一直在,就是一直在给我们讲,反复地讲。 所以我对它的认知就是,就是它给我讲的这些事情,然后对它的认知就是,它很有爱心,它肯定能收容,能收容我这个小猫。 但我真的送过去之后,它们看都不想看。 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进门,虽然我还是老顾客呢, 开始都挺热情迎接我的,然后一说明来意之后,你们看到态度马上就变了。 当然它们也没有说让我检查的事,它可能觉得,我都表明来意了,如果说检查的话,它们也不好意思收钱。 如果说收钱的话,就可能感觉有点奇怪吧,也没有说检查。 都是说,你带回去养养呗,养养看看,都是这个态度。 我现在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吧,就是我这个小猫怎么处理。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对这些医院,哎呀,感觉完全颠覆了认知。 我可能后期都还不想让小猫去这些医院去看病了,或者是去打疫苗了。 但是呢,我又不能保证我能找到真正符合我这种标准的医院。 这个被剪掉三个手指头的小猫来我们家已经第四天了,特别能吃。 一个小猫的饭量顶我们四个小猫的,它真的太臭了,臭得完全无法让人呼吸。 网友说,它这种情况可能是皮肤病,我给它检查了一下,好像确实身上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给这个小臭孩买点药去。 给它检查了一下,也可以计算一下什么样的。 你自己都捡。 请 heck 计算一下,那你不是在这里。 至于,你自己做出来的自作品给你吃。 对。 看看这一地狼奇 刚才这个屋子里超级的臭 现在屋里是淡淡的药香味 很好闻 看这个小猫好像也不臭了吧 坚持坚持 杀完菌之后给你一冲 一冲就变成小新猫了 坚持 跟我给你冲走啊 冲一冲 冲一冲 不怕不怕坚持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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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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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坚持 坚持 现在烘干了 这个味道小一些了 但还是有味儿 我感觉它这个味道主要来源它这个尾巴 尾巴好像粘了一些东西 怎么洗都洗不掉 所以明天把尾巴给它剃了 剃完过两天再用药水洗一遍 眼睛 眼睛还是没有全好 吃饭吧 吃饭吧 洗澡洗了它不开心了 是不是有点发黄啊 因为我用了那个药 药有点黄 过几天这个颜色就掉了 就变成小白毛了 来看看你眼睛 看看眼睛 不错 不错 眼睛很好 太好了 还怕你眼睛瞎呢 这很好 好了一大半了啊 还得再努力 把眼睛全都弄好 好吗 你没有吃药药 其实我有点害怕的 这吃的多好呀 你看好好吃嘛 饿一天 你肚子都饿别了 刚刚把肚子痒起来 又给饿别了 今天晚上只有这些饭 知道吗 不会再加心的了啊 必须把药药都吃了啊 来吧 哎呦 乖乖乖乖乖了吗 乖乖了吗 乖乖了 眼睛好多了 坚持啊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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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来 这个 坚持啊 想要坚持 再坚持一下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这个手 真好 哎呀 太好了 都那么乖乖 今天 都那么乖乖 哎呀 掉了 你看 来 清理一下 这个小猫恢复还是很快的 你看他这个个头 他虽然有点瘦啊 但这个个头 在流浪猫里面 算比较大的吧 我们小区 我经常喂的那两个流浪猫 也都是成猫了 特别小 小个子 可小可小了 他一个个子得顶着脸啊 说明他这个基因还是很好的 有一个好基因 他应该生存能力也比较强 不然的话 他怎么可能在外面把自己养这么大呀 如果他这个小手还很健全的话 他会生活很好的 在野外就算没有家 他也会生活很好 哎呀 可惜小手让人给剪了 讨厌 是吧 讨厌啊 他还是很臭 我今天比他认真的分析了一下 他这个臭味应该就是在尾巴上 我现在没有那个剃毛刀 周一的时候把那剃毛器拿过来 因为我们也刚搬家 这边很多东西都不全 把剃毛器拿过来 把他剃的那尾巴 这尾巴这里怎么都洗不掉 这应该是粘的什么臭东西 特别的臭 我的妈呀 真的 哎呀 怎么洗都没有用 看 都在尾巴根上 所以得把毛剃了 今天加了个瓣 回来聊晚了 哎呀 把你要不要弄 哎呀呀 这屋里还能要吗 你今天叫的声音好大 他太臭了 所以给他开了一个空气精华剂 你咋的啦 这不有饭饭吗 你不吃 你还都给弄掉了 你咋回事 你看你弄到这屋子还能要吗 要珍惜食物知道吗 来 先把眼睛给你上上药行吗 看看你眼神怎么样 哎呀咋又不这样了 看看 上上药药啊 眼睛得擦一擦 小猫咪的眼坏了 你说这咋过呀 是不是 来好孩子 好孩子 哎 先吃两口 先上药你们 先上药 我还没吃饭呢 哎呀 我再流血了 没事 是好现象 把原来的淤血流出来了 哎好现象 哎好好好 坚持 小猫咪要坚持 哎不行 不能扣我 哎不能挠人 不能挠人 你必须得弄弄眼睛 你冷静一下 必须得弄眼睛 你冷静一下 必须得弄眼睛 你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可能不行了 哎 往前点 哎 你乖乖了吗 你乖乖我也害怕你 我也很害怕你啊 你害怕我 我也害怕你 哎哎哎真棒 哎好了 哎不能挠我 不能挠 再来再来一下 哎好好好 再来一下 我也害怕你 你知道吧 我看你挠我 咱俩都是相互害怕 哎呀今天眼睛好很多 非常棒 很棒 非常棒 非常非常安静 不能挠 行休息一下 我也很害怕你 你知道吧 眼睛好很多了 你看眼睛大点了吧 是不是 眼睛都大一些 大一些了 原来眼睛好小啊 震不开 小手就是怎么样 明天你造个鞋行吗 可以造个鞋子 有了鞋子之后 你的小手就可以使劲了 好了 你先错过吃两口 我也没吃饭了 我的小孩也没吃饭了 我去喂喂我的猫猫啊